一直有传言称,哈里王子的生父并不是查尔斯,这和哈里刚出生时的头发有关。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分享哦。 免得弄丢了找不到,我们接着往下看。 据一份小报报道,梅根叫丈夫去做亲子鉴定,会将真相公之于众,看看谁是他的亲生父亲。 长期以来,哈里王子一直否认他的生父是休伊特。 现年64岁的休伊特曾教过戴安娜王妃的儿子们骑马,他与戴安娜王妃有过五年的婚外情,是哈里传闻中的生父。 1984年哈里王子出生两年后,戴安娜和休伊特开始了深入的交往,这时矛头却指向了哈里,因为哈里和休伊特不仅长得像,连头发的颜色都是一样的。 尽管戴安娜称哈里确实是丈夫的亲生儿子,但这并没有阻挡住外界的流言蜚语。 不过,大多数王室朝臣都认为,随着两人年龄的增长。 哈里看起来更像73岁的查尔斯国王。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出版界内部人士对New Idea杂志说,哈里被他的代笔作者Jair·莫林格劝福,决定在书中深入挖掘他与查尔斯的关系, 所以他很可能会在备用中提及休伊特是否是他的生父。 此前一直有传言称休伊特是哈里的生父。 自从哈里王子出生时拥有一头浓密的姜黄色头发, 以及他母亲与一名英俊的红发军官的风流运势被爆出以来, 就一直有人说他不是查尔斯的儿子。 在他即将出版的《回忆录备胎》中,哈里王子将提到他与查尔斯的麻烦关系。 有消息称,他还曾咬牙切齿地表示,这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 消息人士向New Idea独家透露,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梅根叫丈夫去做亲子鉴定。 会将真相公之于众,看看哈里生父是不是查尔斯, 企图用这种方式把哈里的心结给打开,好让他再也没有烦恼, 这是梅根的主意,是梅根身边的知情人士说的。 几年前他自己查了家谱,所以他希望哈里也能和他一起去, 了解一下自己的真实身份。 事实上,在上月末,梅根在他的播客上证实, 他在亲子鉴定检测结果显示,他有43%的尼日利亚血统, 他称自己将开始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有消息称,梅根认为这对他的孩子来说会是很有趣的信息, 但没有哈里的结果,如果要进一步研究他们孩子的血统的话, 那需要哈里的检测结果,不然他们无法获得完整的结果。 就是因为这样,哈里被梅根催着去做了亲子鉴定。 至于哈里王子是否会这么做,谁也说不准。 但这对他来说肯定是个敏感的话题。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哈里一定会在这本书中提到, 他觉得查尔斯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尽管他们几乎一定是亲父子。 不管怎样,梅根希望他的丈夫能找出真相, 他知道他这么多年来,心里一直有些疑惑。 根据外媒报道,如果哈里王子的亲子鉴定, 结果显示他与查尔斯没有血缘关系, 这意味着,未来都将面临风险, 哈里将不再享有王室的财产的继承权, 哈里王子将一无所有。 传闻中的哈里的父亲修伊特, 之前一直否认了他和哈里王子的关系, 并称,自己和戴安娜王妃建立关系时, 哈里王子已经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了, 所以他不可能是哈里王子的生父。 尽管如此, 修伊特的出现并没有结束猜测。 特别是因为他们都是红头发。 查尔斯和戴安娜王妃都没有红头发, 所以当哈里王子出生时, 头发颜色如此特别, 让英国王室成员都很惊讶。 据消息人士透露, 如果哈里王子的亲子鉴定结果出来后, 证明查尔斯是哈里的生父, 那有可能会成为梅根攻击王室的武器。 不过人们终于将要知道, 查尔斯是否是哈里的亲生父亲了, 这应该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这就叫做无风不起浪, 查尔斯一辈子就一个情人卡米拉, 后来还成为他的妻子, 而且是查尔斯先出轨的, 一直公开跟卡米拉偷情, 戴安娜、王妃后来才死心, 导致离婚收场, 才找男人。 哈里出生存疑, 报纸报道一直此起彼伏, 长得像出轨对象, 查尔斯知道这些, 不管是不是, 查尔斯都认下了。 不管哈里生父是谁, 是王妃生的, 王室都得承认他。 说白了, 亲子鉴定这个态度说明了一切, 梅根想再次挑战英国王室。 据王室专家称, 梅根最近一直在为儿女争取王室头衔, 如果哈里确定是查尔斯的亲生儿子, 那梅根一定会拿这件事来做文章, 确保他的两个孩子能得到王室头衔。 根据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梅根喜欢游走在试探的边缘, 不达到目的是不罢休, 如果能够争取到王室头衔, 就算铤而走衔也在所不惜。 梅根现在非常渴望能得到这些王室头衔, 经过深思熟虑, 梅根认为这些头衔, 以后对他的两个孩子是一件好事。 有了这些头衔能够帮助孩子们结识 更多上流圈子中的好友, 这就是梅根想要牢牢抓住他的原因。 据英媒报道, 梅根夫妇即使已经选择离开英国王室, 但也没有一分一秒的安静时刻, 根本原因还是利益作祟, 哈利童年不幸想要报复王室, 跟梅根简直是一拍即合。 公爵夫人梅根还在垂死挣扎, 幻想两个孩子能够得到殿下头衔, 专家则认为由不得他。 查尔斯国王新冠上任三把火, 不会对哈利一家仁慈, 否则如何树立自己的威严呢? 王室传记作家安吉拉, 莱文认为, 梅根一家想重新再返回王室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查尔斯国王已经痛下决心, 不会再给梅根夫妇任何机会, 王室内外也会逐渐捅一口径。 安吉拉, 莱文继续爆料, 现在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觉醒, 认为梅根夫妇的行为实在太过分, 不少网友也担心, 哈利王子的新字传备用出版后。 如果对英国王室造成严重影响的话, 就算哈利是查尔斯的亲生儿子, 双方也会彻底失去和好的机会。 有王室专家指出, 哈利的新书让人得知, 一个久远的粗鲁的欲望, 可以茁壮成长到现在, 仍然生生不息, 这正是哈利的不得体。 戴安娜固然也曾出现过令人吃惊的认知, 也出过书, 但她不是为了钱, 也没有不惜毁灭王室, 所以没有被民众鄙弃。 哈利的新书名, 取得像一个好莱坞大骗, 家人成了强盗, 老师是他的妻子, 将儿女捆绑过来, 放进他们的战车。 这个长期心里有疾的人, 娶了个举世侧目的老婆, 既喜欢哭穷又喜欢攀比, 你给了他施舍, 转脸会接着骂, 仿佛你的一切都是从他那偷来的。 这种连几普赛人都不如地谋生攻略。 又质又血腥, 而梅根的宁孝, 一直暗示他志向辉红, 查尔斯一直不懈努力, 迎来了七十多岁, 没有料到还有这一关在等着他们, 人生真是崎岖。 哈利夫妻在世人的震惊或叫好中, 完成了他们的娱乐价值。 鸡巢也是好东西, 可以带来英镑, 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务实。 身份贵重, 投胎于戴安娜腹中, 能这么胡来还有什么不开心的, 顺序不满意, 所以就拿备胎叫卖。 生意经不错。 这个黑人, 单精竭虑打扮成上刘白人, 而且好运连连, 上帝满足着他的贪婪和表演欲, 莫非是送给查尔斯的登基里。 不要质问公平和逻辑, 显然梅根想载入史册, 至少愿意为王冠中将出现的自己, 正积极贡献剧情, 看看他有多么嗜好模仿就知道了, 他不是成功的抄袭者。 但是个成功的破坏者, 要不这世界怎么会妙去横生, 八卦遍野, 构思一个个挑衅, 就像冒险家闯过一道道禁区, 获得来自个人王国的贺彩和掌声。 这种久违的狂欢, 仿佛苏塞克斯家的梅根大帝也在筹备加冕。 梅根和他母亲前几年, 的确也扼然过命运, 不过转眼就恢复本性, 既然捡到这么大便宜, 索性再接再厉, 母女俩灵感四溅, 一心要把好日子折腾得登峰造极, 反正天不暗正经剧本来。 据知情人士透露, 梅根目前的做法已经触动到王室底线了, 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 否则会断送了哈利回归的后路, 但是梅根还想垂死挣扎。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